謝謝 首先 周處長 各位在座的先進同業 今天非常開心 有這個機會受壓 我們經濟部工業局這邊的邀請 來做一些分享 事實上對我來講是非常惶恐 因為以中豬汽車注定 這家公司來看的話 我們的品牌經營才剛開始而已 剛剛前一場聽到 我們顧總經營的分享 其實我非常震撼 我們草創人家公司在經營的品牌 事實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中間的心路歷程 我想這個部分是所有經營者才會去理解的部分 其實我們今天定調 中豬汽車其實 跟我們的 先進行政變實際有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從原有 既有的品牌當中 我們想去找一些差異化出來 那我今天其實我們今天的簡報 其實內容是 左眼在差異化的一個策略 那我想後續我就開始做一些 簡單的互動跟說明 那其實 在準備這張資料的時候 我有一點點惶恐 我不要放我自己 母公司控股集團的最大的識別 我想說 剛剛周處長這邊已經有把我們公司的 形象識別標出來 其實我們去年 也就是第十六大 當然已經有得到一些國際品牌的肯定等等 那其實我就不想放了 因為今天不是我的詛咒 那其實 這個也是我一些 今天那個品牌策略的緣起的部分 跟各位做說明 其實各位來看 其實 以中豬汽車租金公司來看 它是隸屬於中豬控股集團底下的一家公司 那以中豬控股集團底下的一家公司來看 其實我們看 其實左眼裡不只是台灣 我們還有大陸 其實我們一直在報章雜誌有強調 我們有三大的策略 三大的引擎等等 就是台灣大陸跟東協市場 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區域的部分 我們也在經營等等 那以中豬控股集團公司來看的話 其實最為人現在 我想可能在企業上面更知名就是 因為它已經上市了 相對它又獲利相當的穩定 其實對中豬控股來講 它是很賺錢的公司 股價非常的亮麗跟不錯 那其實對這個部分 對我們來講的話 其實對我們中豬 其實住民來講 它就是可能是一個加分的效果 因為對集團認識度是夠的 那另外就是說 以中豬控股集團來看的話 最大的公司 其實就是在子公司的部分 是中豬底下公司 那中豬底下公司 其實它已經成立將近有40幾年了 從1977年到現在已經41年了 那一直以來就是住民業的龍頭 那為什麼 這個部分是我今天要說明說 為什麼這是一個差異化的改變 以過去我們控股集團來看的話 我們的幾平台經營 事實上是 左遠遠在一個最大的控股集團 還有控股的最重要子公司 所以我們所謂的 形象識別跟我們Logo 都是引用過去我們自己 中豬控股的一個識別等等 那對中豬汽車注意力來講 為什麼我們要做改變 其實來看的話 我的母公司 我的控股公司等等 其他給人家的形象 給人家的形象就是 必須是專業 有信賴感的服務等等 所以我想這邊我不秀 因為我為了 待會兒我們後期還在廠商說明 讓大家感受到 我的形象識別 做哪邊的一個差異化 那就中豬汽車租金公司來看 它投入到汽車租金產業等等 是從2006年開始 相對我的其他家的公司來看 它是非常新的一家公司 它非常年輕 特別是我的產品 是作員在企業租賃 常住車 還有包括現在旅遊短租等等 它是非常定位 非常明確在我的汽車租賃 商品等等 跟我其他的公司 是有很大的差別化 所以我們的品牌經營的策略等等 我希望在我既有的 企業團的形象識別裡面 找到自己專屬的定位 所以這是我們的計畫的源起 所以才為什麼要做差異化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策略是這樣子 我從一個草莊的公司等等 像我是從集團裡面衍生 投入到汽車租金這樣的產品部分 那我必須仰賴我的控股公司 既有的形象跟知名度 讓消費者或者是企業等等 對我是出不快點 有快速認識等等 但是事實上我剛才提到說 我的產品是有包含說 企業長租還有包括旅遊短租等等 特別是旅遊短租 旅遊短租其實是一個消費性產品 那如果大家知道說消費性產品 如果你不走自己獨立化的 一個差異化的品牌等等 其他經營是非常辛苦等等 那我想在座可能還有一些同業等等 他們非常 我想各位都知道 可能在座很多人去租過車子 那我想以台灣這個市場來看的話 租車的品牌非常非常多 當然有我們現金當然有隔上核運等等 中途汽車還有小馬跟艾維斯等等 但是在座如果你去你們的一個住家的辦公室 附近其實還有很多很多小型的註車公司 兩邊有鋪器等等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品牌經營等等 其實也是為了服務我的客戶 因為我唯有經營我的品牌 才會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家公司提供一個是有品牌的服務等等 那我想這個部分 我簡單的做一個說明的緣起 那以現況來講 中途汽車租金公司來看 它事實上有分佈在全球 全一個台灣有25個據點 那這25個據點其實大家可能都可以看得到說 我可能在你的住家附近的一個門市店就有了 或者是說你到高鐵站旁邊也就有 其實它貼近的消費廠是非常接近的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一定要做 讓大家有非常一個形象的一個鮮明的知名度 能夠去讓大家能夠去了解到 我中途汽車租金公司是在服務我的一個專性的產品 就是汽車租金等等 那也由於這個衍生而起說 我們也非常感謝 因為我今天這個計劃其實要非常感謝 應該是經濟部工業局這邊 有打造這個品牌台灣這個計劃 讓我們能夠有這個共同的榮譽 去參與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才剛起步 其實剛剛聯絡到顧總經營 這邊所說明到 其實品牌經營它是一個長遠路 而不會是一時的一個策略等等 那我們才剛起步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 後面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後面還有很多的路要走 那其實今天的成果 我應該是要感謝 當美商方車部分這邊的一個協助 其實今天的成果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從這個開始的過程當中 我想說他們非常的投入跟協助等等 我們也貢獻非常多的意見等等 那今天的成果我想後續是一個重點 說我們怎麼做一個差異化 我想今天就是重點在說 我怎麼做一個差異化 那後續我現在是說 在座的現金跟同業 如何在品牌的一個經營過程當中 那如果你沒任何的問題 我們隨時後續還可以做一個交流等等 那我想是說 我就不耽誤我這邊後續的一個重點的說明 那我想是說 在邀請我們的林總監上來之前 讓大家稍微鮮明看到我們的形象識別 當然這是讓大家認知到說 我們現在形象識別是朝向的年輕化 年輕化 這是貼近我旅遊市場 我想旅遊就是要年輕化 我想這不是只有年輕化 還有包括是說 我今天有幾場務的選定 是後面非常有很多的一個重要的意涵在裡面 我想後面也會讓我的顧問公司 這邊來做一個說明 那我是不是 後續我就讓美商方車顧問這邊 林總監來做更細節的一個報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副總 那接下來我這邊分享 大概就是針對整個專案的一個過程 以及主要的一些發現 以及一些我們的做法 跟各位做一個快速的分享 那事實上我們今天的主軸 就是圍繞在差異化這個概念 那差異化基本上它是一個 基本上大家都應該知道 就是說只要做品牌 甚至做產品 應該知道怎麼去做一些區隔 這個可能是在Michael Porter 所謂企業競爭理論裡面 最基本的策略之一 但事實上 不管是從任何產業來看 差異化我覺得它通常又是 說起來比做得還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我覺得關鍵是在於 絕大部分我們在思考 比較差異化的時候 我覺得台灣企業或說亞洲企業 通常會很容易把重點 或是那個思考的焦點 放在有形的事物上 不管你說功能啊 或是說可能是一些 規格上的一些差異 那很容易當我們去思考說 如果你的產業是一個 高度同質化的市場 你發現你自己的產品 好像也沒那麼多的 差異性的時候 我覺得大部分客戶 反應會是一種比較沒自信 覺得反正既然規格沒差異 功能沒差異 那可能我到最後就是拼價格 我的成本壓到最低 那我可能就還有機會 可以跟別人做一個拼搏 可是事實上從品牌經營的角度來看 更多的價值 更多的一些影響力 反而是來自於我們在 無形事物上的差異 所以這是我今天 可能想藉由這個案例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那無形的差異通常是怎麼來的 它也並不是說別人沒有的 我有 它就是一個有效的差異 事實上有效的差異 它必須是一個有意義的 或者說一個可持續 經營創造的一個差異化 那它不只是在於別人沒有的 它必須是你自家公司 它是有能力做得比別人好的 而且它又是你市場上的顧客 它發自內心或它需求上 是真正很在意的一個點 那整個加起來做一個綜合性的考量跟分析 它才會是一個所謂的有意義的可持續的差異化 所以這是我其實已經把今天我想分享的幾個重點先highlight出來 那把差異化這個概念再倒回來 我們看整個租車市場 事實上它又是一個非常有意思 或是說有挑戰性的一個方向 原因是因為如果各位看一下 整個租車市場的一個結構 我說台灣這邊其實非常有趣 因為這個表或說這個圖 基本上那個比例那個大小 也就反映了租車的三個陣營 前面是兩個大品牌 它的市佔率可能加起來大概就 30-40%跑不掉 那後面有一大堆是所謂的 剛剛副總有提到一些這種 你可能加巷子口或是一些大街小巷裡面 會有的一些比較獨立的區域型的租車品牌 他們相對是比較品質比較良由不起的 那中間這一塊就是所謂的 大家都應該都聽過 但可能沒有像中租或是 和運或是格上那麼的知名 或是那麼有資源的 所以事實上當中租租車在這個位置 中間這個區塊的時候 它面臨的是怎麼樣跟前面和運跟格上 去做一個競爭 因為畢竟我們在往前面發展的時候 一定是想怎麼樣從 這兩個大品牌裡面去分食一些 所謂的試占 試占的一個市場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非常非常有挑戰性的 那怎麼做差異化其實它是非常困難 原因是因為當我們想到 怎麼跟和運跟格上做差異化的時候 會面臨三個主要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 基本上這兩個大品牌他們的資源 是非常強的 或者是說他們願意投入很多的 這種行銷的一些資源 你光是可以從我們平常的記憶中 看到電視廣告 線上廣告 絕大部分都會看到的是 可能和運啊 格上他們在過年的檔期 暑假檔期 都會不斷地用一些轟炸式的廣告 在提醒我們 當我們要註冊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到他們 這是一個比較所謂的洗腦式的 傳統式的行銷 但它通常也是非常有效的 那第二件事情是 不只是做大量的曝光 他們在價格上也會做很多的 所謂的殺價式的 那種比較激烈式的一些競爭 特別是在暑假 或是說可能一些特殊的節慶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一些非常直接的 一些價格的操作來吸引你去選擇他們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因為一直比價格總是一個非常沒有終點的一場戰鬥 那第三件事情還是回到資源這件事情來看 因為他們的資源不只是所謂的資本上的資源 而是更多是在他們的背後或是母集團 本身就是所謂的汽車大廠 可能和運背後是所謂的 也是和泰這樣的汽車集團 那格上背後就是所謂的育龍 基本上他們在所謂的車輛的供應上 車輛的採購成本上就已經有很大的優勢 那再來就是說他們自己也不斷的在研發 所謂的租賃模式上的一些創新 或者是說一些行銷活動上的一些 比較有趣的一些做法 基本上他們都會不斷的透過資源的投入去 創造出一些所謂的亮點 不管說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是所謂的 有獲利的一些來源 但不管如何消費者就會因為這些事情 對他們產生一些很鮮明的一些既定的印象 所以在這兩個所謂產業龍頭的一個影響下 絕大部分這個市場的競爭 至少以現狀來看都還實在 第一個是比誰知名度高 誰的優惠好 誰可能更能夠創造出一些鮮明的亮點 所以他比較都是用一些比較是 當我們想要註冊的時候 腦中會想到的那個人 那個品牌的角度來做一些操作 所以事實上這個產業裡面 絕大部分當你的所謂的行銷資源 或廣告資源不夠鮮明 不夠投入多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面臨很大的一個挑戰 最後你還是可能只能靠價格 來做一些吸引的一些方式 所以當我們在看整個市場上的一個 所謂現況的時候 回到中租租車的一個現況 剛剛我們也提到我們是一個 相對年輕的品牌 我們不太可能用一個 所謂的這些龍頭的思考方式 在思考事情 這是不是一個 不會是一個有效的一個方式 那對我們而言我們反而是回到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做法 我們會去思考到底 以市場上的定位來看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強化 我們在市場上的一個位置 再來是與其談價格 我們也許更多應該去談 怎麼樣為顧客創造更多價值 爭取他們成為我們一個忠誠的一個客戶 那最終是我們能不能夠創造一些有效的差異化 所以基本上這三件事情 或三個agenda 就是我們在這個專案裡面 去協助客戶去釐清找到答案的 那包括說我們如果看形象 或是定位這件事情來看的話 表面上來看 大家可能不會覺得租車 這個產業應該有什麼定位 因為就是竹林就租車 可是實際上在租車裡面 至少從動機 租車動機來看 你可以把它區分成旅遊的動機 或者是商務的動機 那基本上這兩種動機的不同 也會影響到整個形象上的操作 以及你在一些營運活動上的規劃 那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事實上雖然合運跟格上他們在媒體投放 曝光度上是非常強的 可是事實上你也可以看出來 他們在定位上是相對比較中性 他們在旅遊跟商務這塊 基本上是採取一種通吃 或是說一個取最大化的狀態在做操作 可是如果從形象的定位來看 它基本上是一個 你看不太出來 它到底是在往老方向做操作 可是事實上如果你看 整個租車的一個人群來看的話 光是旅遊跟商務出行 以旅遊這邊來看 就可以把它區分成三種 最常見的租車的族群 包括學生 家庭 甚至是外國觀光客 因為這幾年台灣的自由行 背包客這塊還蠻興盛的 所以怎麼樣在不同人群之間做取捨 做操作 甚至說你可以去區別 誰是幫你賺錢的客戶 誰是幫你賺利潤的客戶 誰是幫你賺知名度的客戶 這其實都可以有一些背後的思考 在背後做支撐 那但是對我們 沿這個專案最有意思的是 當我們思考差異化的時候 我們從產品面 從服務面去思考差異化的時候 我們發現 如果我們要去比產品 比如說比車款 我們有沒有別人沒有的車款 或是說我們的車款的選擇性 有沒有比別人多 從產品面的差異化去思考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這個產業 你很難真正在產品面上 做出一個很有效的差異化 因為畢竟租車本質是一個租賃服務 你的車子是採購進來的 你並不是自己去創造 或是說製造車子的那樣的 一個原廠的一個角色 所以產品面基本上是相對比較困難的 那個被模仿或被跟進的情況是非常 很有可能發生的 那反而是以服務來看 回到租賃的本質來看 服務是最比較有可能的地方 可是如果我們談說 也許你可以談讓顧客更方便 或是說可以提供更多附加價值 其實這也是現在所有的租車業者在做的 那反而回到我們中租租車 或是中租控股 做一個金融服務的一個品牌的本身來看的話 我們想的反而是 我們有沒有可能為客戶創造一些非常好 非常難忘的一些服務體驗 這個是我們思考 也許反而應該是中租租車 它最能夠創造差異化的一個切入點 那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以中租租車的DNA 在經過我們跟全台灣的一個 所有的站長門市人員做訪談之後 我們試著去瞭解他們在 所謂的租車服務的這個經營上 他們自認為他們在服務顧客的時候 他們有什麼樣的差異 那以及到底為什麼有些客人選擇中租 而不是選擇知名度更高的合運跟格上 我們試著去瞭解到底 顧客選擇我們原因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會發現事實上 其實中租租車的人 我們的服務人員 他基本上是有一些很鮮明的一些作為 來爭取我們的一些有高忠誠度的顧客 包括說我們人比較積極 態度比較友好 然後會主動為顧客設想 其實我這樣列出來 各位可能看起來覺得沒什麼 可是各位如果有去實際上租車經驗的話 你會發現當你在租車的時候 你如果希望能夠從這些站點能源 獲得這些良好的感受 事實上這個情況是可遇不可求的 多半時候你會得到是一個非常知識化的 標準化的求快的一個服務方式 很少你能夠從那個短暫的服務過程 得到一個非常良好的體驗 但這正是中租租車他最 相對於他的競爭對手最鮮明的人的特質 那更何況如果我們再拉到整個的集團的層面來看的話 事實上中租集團一直都是以服務 或是以這個passion為核心 在談他們的金融服務的特質 那這樣的DNA基本上也是傳承到 中租租車這樣子的一個公司上面 所以基本上對中租租車而言 他們的DNA裡面其實是已經有很強的 所謂的服務的特色的一個存在 那怎麼樣把這個東西進一步做放大 因為事實上服務做差異化他用說的都 大家都可以說 那我們怎麼把它做成是一個 別人就算說了也可以很難取代我們的一個差異 那這個事實上我們就會回到一個最根本的 所謂的一個租車的一個體驗的流程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以現狀來看 台灣的消費者在租車的時候 從訂車到租車到用車到還車 他們經歷了哪些關鍵環節 以及他們最大的不滿 或是他們最大的一些需求的空白點 到底在什麼地方 那我們經過了一些所謂的不同類型的一些 用戶的一些訪談之後我們發現 其實各位可以稍微對應一下 你們有過的一些租車的流程 你可能會發現說其實在前端 你當你在訂車的時候 你可能通常是透過打電話 或是網路上做一些訂車的一些動作 基本上這些就算是你跟品牌商的接觸是非常間接的 因為你並不是真的接觸到他們的人 你是透過一些介面 透過一些聯絡的一些方式 可是實際上當你真正在取車 那是你唯一能夠跟這個品牌的人 有互動的機會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租車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越快拿到車越好 越快離開那個站點越好 因為我要往我的下一個目標前進 我要去出差 我要去旅遊 沒有人會希望在那個站點 停留超過十分鐘的時間 那對租車業者而言 他們也希望盡快地完成整個動作 因為時間的快慢也取決於 也會決定了顧客的滿意度 那實際上當你要用車的時候 你更會發現當你開上 不管是哪一家業者的車 你會發現有時候你甚至會忘了 這是哪一家的車子 因為基本上就是一個中性的車子 比如說是Honda的 或是可能Lessgen的 你不會真的留下太多印象 對這次合運的或是隔上的 車子有太多印象 所以實際上在用車的時候 我會說它是一個幾乎是真空的 品牌的一個接觸階段 那可能一直到還車的時候 你才會再跟品牌的服務人員有所接觸 那對我們而言其實非常有趣 因為整個租車體驗來看 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非常品牌無感的一個過程 只有在特定的階段 你會接觸到品牌的一些視覺 或是一些識別或是他們的人 那我們就想說會不會 這也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怎麼樣在所謂的門市 取車這個關鍵的10到15分鐘 去創造出一種 讓他們可以一眼感覺到 或是看到的一種很鮮明的體驗 那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絕大部分人就算是一開始 是比價格 選擇最便宜的租車的一個業者 就在做租賃的時候 多半他到最後會選擇說 他要不要喜歡一家租車品牌 還是會來自於 他到底對這個品牌的感覺怎麼樣 他的感覺到底良不良好 他到底喜不喜歡這家公司的人 多半時候都是來自於那種感受的層面 而不是來自於實際上的 這個車款特不特別啊 價格便不便宜 所以他們認為這個事情 反而是中租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 那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案子的一個目標放在 我們希望能夠藉這個機會 我們改變所謂的大部分的顧客 對租車的這個體驗的一個既定的印象 我們希望能夠改變大家對台灣租車業者的一個 一個既有的一些刻板印象 那我們的手法 我們是希望透過一個所謂的個性化的過程 讓中租租車變成是一個有感的租車品牌 而且它是一個具備很鮮明的 跟租車這個品類有很鮮明的印象 而且所謂的XU號 所謂的服務特色是不需要 他透過一些 比如說看所謂的一些品牌的介紹啊 或是品牌精神啊 這些文字內容可能都不用看 你就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一個 所謂的不言而喻的品牌體驗 所以我們在進入到視覺的層面之後 我們就做了兩個層面的操作 第一個是還是一個最基本的 我們把中租租車的識別做一個基本的提升 原因是因為它本身就有一個所謂的資產 它是從中租控股而來的 所以它原先在所謂的這個symbol 或是說名字上 都還是反映了中租集團的一個身份 那現在我們希望讓它變成是一個更獨立 更有自己辨識度的一個品牌 所以我們就在整個的中英文名字 以及在整個的符號上做了一個改變 我們希望讓這個新的識別變成是一個 直接是被聯想成是一個租車的品牌 而且我們希望是讓英文的名字變成是一個最鮮明的一個識別 因為這應該是相對在我們未來在國際市場上 會相對比較有價值的一種操作方式 所以這是我們所謂的優化資產的一個基本動作 那這個還不算差異化 我覺得差異化是反映在我們在第二個層次所做的 我們幫他們創造了一個新的品牌元素 那不管你們說它是吉祥物 或是說是一個設計的元素也好 基本上我們是希望透過一個非常簡單幾何的 有一些鮮明的顏色色塊的方式去創造出一種很鮮明的品牌形象 那這個形象基本上它就會反映了 我們這個品牌它到底希望帶給我們顧客什麼樣的感受 包括說我們為什麼選擇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是因為我們事實上也做了一些選擇啦 我們可能在動物的選擇上 人物的選擇上也做了很多大量的討論 到底什麼樣子的動物或角色 你一看第一個是你可以聯想到 它可能跟駐車有一點連結 再來是你可以對它是有很高的接受度 你對它不會有反感 再來是甚至這個角色的延伸性上是可以有很好的發揮 那最後我們選擇了柴犬 那當然不是因為今年是狗年 其實只是因為剛好是巧合 其實柴犬相對而言對大部分人 它應該是沒有人覺得它是不友善的 沒有人覺得你會不喜歡它 那更重要的是它在顏色上 可能剛好又跟我們集團本身的顏色 是有一個一脈相承的一個作用 那可能在租車車輛這個移動的這個本質上 好像跟狗又有一點點很巧妙的連結 所以這是為什麼選擇了柴犬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個性化的一些設定 因為角色它就要有說話的方式 它要有一些思考的角度 有一些表現的態度 所以這些方式就會透過所謂的一些文案 或是一些文字 搭配這個角色來做一些故事 所以這也是一個所謂的 你怎麼樣讓一個品牌賦予故事的一個方式 讓它有個性 那最後是它的個性必須展現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因為租車的情境有很多 有些人是要旅遊 有些人是要出差 有些人可能只是要 可能搬家都有可能 所以我們就幫他們設定了一連串的一些動作 它可以用在一些不同的行銷處岸上 包括它的裝扮 在什麼地方 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等於是一系列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腳本 你可以用在之後的一些操作上 所以這樣整個加起來 事實上就是我們 希望藉由一個很鮮明的視覺 來讓裝出車的一些顧客 或是潛在的一些使用者 當他們看到這個品牌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種很鮮明的 正面的正能量的一些聯想 你如果是要旅遊 看到這樣一個形象的時候 基本上你是可以 連結到你自己想要出遊的那個很 正面很快樂的一個心情 那事實上我們認為 這種做法讓品牌擁有個性 基本上就是我們所謂傳統上在說的 你怎麼樣幫品牌說故事 那其實也是在做所謂的一個差異化 那從這邊就衍生出一系列的一些 行銷的一些動作 包括說整個門市的一個改造 這個可能就完全不同於你們在 現在台灣市場上看到一些主車品牌 那包括說我們也在整個的接觸點上 做了一些很巧妙的設計 包括說車子裡面也可以有很巧妙的 一些品牌元素 那或者是說可能有一些 異業結合的一些可能性 那整個加起來 你會發現整個的品牌識別 它是非常的鮮明非常的活潑 那非常的是很適合你在旅遊的時候 可能會想到的一個正面的一個聯想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們幫整個 中途主車在品牌規劃的時候 所想到的一些思考 以及產生的一些實際上的影響 那事實上這個案子是我們去年的案子 那事實上它在去年底的旅展的時候 已經也先被應用在所謂的 國際旅展上面 那獲得的好評據說是還蠻好的 因為可能幾家租車業者 就是比起來的話我們確實是蠻 差異性是蠻明顯的 那我們也把這樣的視覺 應用在一些日常的一些應用物上 比如說日曆、桌曆 那桌曆今天其實 其實副總有帶幾份桌曆過來 那桌曆其實表面上看來 是一個非常無聊的一個 傳統上很無聊的一個企業贈品 可是事實上經過這樣一個 視覺的改造之後 在這樣裡面有一些有趣的一些元素 它變成是一個非常搶手的一個商品 其實不管是顧客啊 或是我們合作夥伴 都還蠻喜歡這樣一個贈品 所以各位如果等一下有興趣 可以來看一下這個贈品的部分 所以以上就是我們在這個桌曆裡面 幫客戶所做的一個所謂的 差異化的一個動作 那以上謝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